公視新聞的數位片庫上個月 因為外包廠商操作的失誤刪除 目前共有八萬四千多筆的新聞資料 沒有能夠救回 文化部長李永德今天被巡時表示 已經會同行政院資安處NCC 組成了專案小組 本週五將會開會調查 預計一個月內提出報告 公視也表示董事會將會成立 建架小組對廠商提出求償 並且擬好懲處的名單 今年累月採訪拍攝 累積的大量新聞畫面 近一席間消失 公視新聞片庫資料遭到外包廠商 刪除消失 引發社會關注 16號上午文化部到立法院業務報告 公視證實上有八萬四千多筆 找不回來 朝野立委同表不可思議 文化部表示 已會同行政院資安處NCC 組成專案小組深入調查 一個月內提出報告 這個事情一個是不太可思議的事情 那這裡面一定有什麼原因在哪裡 應該不是很單純的 只是說一個人操作人員的疏失 他一定還有很多其他 不管是系統的設置 每一次如果出現一個大事情 然後我們就找一個T死鬼出來 一個很慌沒有理由出來 就搪射掉 下次還會再有 所以今天您這種態度 其實我很欣賞 文化部也證實後續會有懲處 針對找不回來的畫面公視表示 會先向公廣集團的華氏購買 暫時先以新聞部業務費支付 至於後續如何向廠商求償 公視董事會要組成建價小組 那目前董事會也打算成立一個建價小組 請專業的顧問一起會同律師來做 這個求償金額的這個認定 好 非常感謝你這個部分可不可以 也一個月以內提出來好不好 而十一號發聲攝影師跟收音師 在苗栗南莊神仙谷拍攝時 不幸落潭死亡的重大執災事故 也在委員會受到關切 列席的勞動部指出 業者未讓工作人員穿著救生衣 現場也沒有設置護欄 佩戴安全帶明顯違法 承諾將來會針對類似劇組 進行專案勞檢 文化部指出 已經研擬文化藝術事業 應遵守勞動法規指引 文化藝術工作者陳懶記 委任契約之指導原則 來加強勞動權益與 職安意識 記者 我們吳家寶臺北報導